接著到21年的第14題 今天我們有一個功能就是widery m-x² 再加n 問回我們以下哪些東西一定是對的 我們可以先爆開它 你就會有這樣的東西 爆開它的時候就會是m²-2mx 再加x² 再加n 排好它就會是x²-2mx 再加n m²-2m²-2m²-2m²-1 第一樣東西他問今天那個開口是不是向上 開口向上看什麼 看A位的對不對 你見今天的A位是大過0的 就是覆桶應該是這樣 所以開口向上對不對是對的 所以1是對的 2他說Y字距一定要是正數 問我們是對不對 你留意一下Y字距就是我們平時說的 Y等於AX2加BX加C的C M2加N是否一定是正數? 不一定的 例如你把第二個選擇 Y intercept 是等於M2加N 例如你可以把M代0 N代-10 你就會有0的Square減10 是小於0 所以原來不一定是正數 所以2就錯了 最後到3了 他問我們圖像有沒有穿過Nm這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先代回Nm into function 我們就會有 M是等於 m-n的Square 再加n 你留意怎樣為一個圖像穿過那點 即是把那點的座標 我們要扔上來上面 左邊還是右邊 據個例子來 我現在不如用我上面說的這個例子 就是N是0 N是-10 OK 我們會有left hand side等於0 我們的right hand side等於0加10的Square N是-10 再減10 你看到這個數字應該是90 不等於我們的left hand side 記住什麼叫做 那個圖像穿過那點 即是你把那個 代表扔上去 左邊要等於右邊 你現在左邊不等於右邊 所以你就知道 他應該就不一定會穿過Nm這一點 就是這樣 其實他扶你的位置在哪裏呢 他扶你的位置在哪裏呢 就是看你會不會把這個 Nm 調轉了擺 如果你調轉了擺 那是甚麼意思呢 如果你把X放了做N Y放了做N 你就會有N等於 N- m的Square 再加n 這個位置就是0了 你看到左邊 就是右邊 所以他正在拒絕你 你會不會把Nm的xy位置代錯了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他的覆位 希望大家都不會中覆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21年的第14題